还有很多的问题 在行政院通过改制为五大直辖市以后 变成了三个生活圈七大区域 但是这样一下子多了四个直辖市 让国内有学者很担心 未来公务人员的名额将因此大增 使得人事费用大幅提升 甚至可能会吃掉建设费用 这跟政府组织精简化的规划 根本就是背道而驰 也有学者担心 未来升格之后五个直辖市 地方挟着选举的高名义 可能会跟中央相互抗衡 尤其是当中央和地方 如果分属蓝绿不同的政党来执政 对立的情况恐怕会更加严重 行政院核定通过台南县市 台北县 台中县市 以及高雄县市的改制升格计划 随着直辖市的增加 未来公务员员额也将大幅提升 如果人口达到200万 比照台北市将可聘用15000多人 算一算未来五个直辖市 将可扩充至少一倍的公务员员额 学者质疑在政府组织精简 改造的精神下 却衍生地方人事肥大疑虑 甚至因为人事费暴增 反而可能吃掉了建设经费 未来如果改制直辖市的直辖市 它必须要精简原额 也就是说并不是要照原来 地方立法行政机关组织准则的规定 用到这么上线 而政府喊出三大生活圈七大区域的口号 未来全台湾这五大直辖市 将占据全国将近七成的人口 却则表示未来直辖市长选举 蓝绿任何一方只要在五个直辖市中 取得三个直辖市长选举胜利 都有助于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 此外当直辖市首长与中央政府 是不同党执政时 恐怕会造成更严重的对立冲突 这五个人未来呼风唤雨的 那结合起来的时候 其他县市你到最后怎么办呢 那因为他现在有人口嘛 然后民意来做这样子的 所谓的讨价还价这样的空间嘛 升格改之后可以预期 明年底五大直辖市长选举 将成为名不其实的总统大选前哨战 牵动蓝绿板块影响之大 不言可遇 这点选吴家宝台北报道